大家好,我是宝国 咱们昨天讲到说这个英伟达向英特尔订那个芯片 让芯片生产,让英特尔呢给它代工 说到这里呢,就想到这个半导铁晶圆代工这个行业 是吧,所谓的半导铁晶圆代工呢 就是有些厂家呀,他们自己呢是设计芯片 但是呢,他这个设计了或者销售芯片 但他自己不生产,他的芯片拿到让别人给他生产 让别人代替他生产,这种业务呢叫做晶圆代工 那晶圆代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吧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半导铁这个生产线 在投资都非常大,花钱的烧钱烧的厉害 你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呢 最近他在罗海尔在哥伦布那地方 要建的这个新的这个半导体生产线 是吧,这一个是一个工厂投资你要200个亿 20个billion,200亿的美元 这个呢,还是只是说这个投资 像英特尔呢,他有多年的生产经验 这个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IP技术 这些都是成熟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建一个晶圆厂 还需要这个再花200个亿的美元 那你更不要说像那个一般的这个小公司 那根本就花不起这个钱 是吧 再有一个呢,你钱买了12倍生产线建起来了 你还有需要生产的专业的这个工艺 工艺调整,专业的这个知识 这个生产的这方面知识 还有品管,品质,管理 这个,包括这个 这些东西呢,都是很需要一大套背景的东西 你建起来呢,你如果你这个产量不够 你生产量,产能不足 那设备都在那闲着 闲着那设备也都坏掉了 很需要你有足够的这个产能来支撑它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就是半导铁晶圆代工 这个行业,它就是非常重 显得非常重要的 说起来半导铁晶圆代工这个行业呢 在这个行业啊,有几个 现在也有很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的 但是最重要的呢,是有五大金刚 那么今天就谈一谈这五大金刚 这五大金刚的老大 就是这个台积电,台积电TSMC 台积电呢,是最初成立的 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 在张忠罗从这个美国回去 在这个台湾政府支持下 它叫工业技术研究院 叫工研院的支持下 台积电呢,它是世界上第一将 专门从事半导铁代工 靠制代工业务的这样一个公司 它的目标呢,就是为缺乏有自己制造设施 制造能力的这些公司呢 提供半导体制造服务 然后让这些公司专注于 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和创新 那台积电呢,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到九十年代了,九十年代的时候 它取得了,在1989年 它是引进了第一条,是八寸的生产线 然后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又慢慢的开始继续发展 发展业务呢,逐渐增加 它是直出其增长 到后来呢,又是十二寸的生产线 然后到现在呢,一直走在这行业的最前沿 它的这个产能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这就是说为什么到最近这个 到那个大陆给这个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 美国呢,要求这个台湾 把这个台积电呢 有一部分产能转移到美国 现在在美国的亚里桑那 他们又建立自己的这些精源厂 这一个呢,这是台湾的老大 是台积电 那老二呢,是三星电子 三星电子这个是 也是半导体代工业务 这个服务市场这个主要参与者 它这个有非常先进的生产能力 三星电子呢,它也提供全面的工艺技术 上面说这个台积电呢 台积电从那个技术呢 从3纳米,5纳米,7纳米 这往上都有 这个所谓的3纳米这个技术 它就是用这个 在这个半导体加工 它那个最小的那个加工那个尺寸 可控的那个加工尺寸 它能够到控制在3纳米的范围之内这样的 这个现在呢到这个3纳米呢 到后来呢,它也实际上呢 稍微有比较3纳米会4纳米 但是它这个变,慢慢的就变成一个 一个技术,一个 技术性一个指标的 然后技术环节一个指标 叫做3纳米 实际上呢,3纳米,4纳米这个东西呢 也会分得不少很清楚 这是台积电能到3纳米 那个三星电子呢 现在呢,之后常规的呢 甚至认为自己它能到5纳米 比这个台积电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是吧,能到5纳米 5纳米,7纳米以上这样的 三星呢,在这个扩大这个晶圆加工 它的数字呢,也是相当大的 它想跟台积电竞争 获得更大的这个市场分隔 它尤其是在这个内存 搞这个像那个memory device这方面 它在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 它非常有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星呢,是大概在2005年 进入这个半导体代工服务的 这个它当年的推出叫三星代工 它这个叫做三星代工 它专门有一个业务部门 然后从那个 它除了为自己生产这个芯片呢 也给别人这个生产芯片 它是半导体代工业务的 主要的这个参与者 然后它跟这个台积电不同呢 时候呢,就是说它三星电子 台积电没有自己的这个品牌 之后在外面的市场上销售 像三星它有自己的 三星这个家电 这个半导体这方面都各方面都很 都很强 都是产品呢,非常多样化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二,这是老二 第二大金刚是三星电子 然后在第三大金刚呢 它叫做,中文呢 叫格罗芳德 叫格罗芳芷 格罗芳芷呢 它这家公司呢 它也是一个满两线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它的工艺呢,它是大概比三星电子 就稍微可能落后一点点 它有比像12纳米,14纳米,22纳米 这些都可以 但是最尖端的呢 现在呢,可能还没有 那么不像台积电会三星的 那么尖端一些 这个格罗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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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行官叫做Thomas Coyfield 博士的 是Dr.Thomas Coyfield 他在加入到 Global Funding之前 他是曾经在 SORA 2012年到 2014年之间在SORA 担任的是首席运营官 那个公司 SORA是生产 是氮化家 用氮化家在基底上面 来生长氮化家的一个部门 他用这些氮化家 叫Galimina Tried 生产LED的东西 当年呢 我很有幸的 在那边那家公司里面 做的是工程师 然后呢 和这个Thomas Coyfield 还算同事吧 只是我是做工程师 他是做这个首席运营官 那他的级别比我 也高很多了 然后说 我知道他之后 那个时候经常有见到 但是很少有机会 给他单独接触 顺便提一下 这个第三呢 叫Global Foundry 那第四呢 是UMC 叫联电 联合微电子公司 是吧 联电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之后 他也是 他也是全球最大的 半导体代工厂之一 他大概呢 从14纳米以上 然后技术 14纳米 就是纳米这样 他这个UMC呢 他这个 大概呢 他开始的比台积电 还要早 这个电子呢 他这个叫联电呢 从1980年的时候 就开始了 台湾新竹 科学园来成立 他最初呢 也是台湾政府 这个工研院 资助的 和私人投资者 合资成立的 然后 他的目标呢 是在台湾呢 要建立一个本土的 半导体产业 减少台湾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这是最初的时候 后来呢 UMC呢 面临有些障碍 一些财务上面 财务资源啊 专业知识这样的 但是呢 他们不断努力 与全球技术这些 这些领导者 给这个大家合作 还吸引顶尖人才 慢慢的发展呢 他发展的非常强 然后 像在这个 那个联电呢 也是在 他是在80年代中期 引进了这个8寸的 静原制程 现在呢 会转来12寸的 静原制程 现在在台湾 新加坡 这个 大陆 这方面 都有他的这个 静原厂 这是第四个 这是叫做联电 那第五个呢 之后呢 第五个之后 叫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是 中国大陆的一家公司 中国大陆一家 这是 一个国有的 公司 他提供的这个 制程呢 他大概14纳米以上 都是 他在 14纳米 28纳米 这样的 中芯国际啊 在研发 产能扩张 这方面呢 都有大量的投资 他满足这个 中国市场 对这个 半导体解决方案 和 不断增长的需求 他这个支持 中国大陆的 这个半导体 成业方面呢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芯国际呢 大概成立的时候 是在2000年 2000年4月 总部呢 是在中国这个上海 他是由北京市政府啊 还有几家国有企业 之后一起成立的 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呢 这个中芯国际 在上海 他有第一座的 8寸的竞原厂 后来呢 是在2004年的时候 还在上市 在这个纽约和这个香港 之后开始IPO上市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第一座 这12英寸竞原厂 在北京开始生产 后来呢 他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中芯国际呢 还宣布给IBM 还有战略合作关系 是吧 他利用了IBM 这好多的这个先进的 这半导体技术 还有支持产权 然后后来呢 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 这个能力呢 也不断提高了 他在公司这个 7纳米啊 14纳米 28纳米 这方面都有一个 很大的进展 但是中芯国际呢 有个问题 就是随着中美关系的 这个紧张 是吧 大概美国呢 对他进行贸易限制 还有先进的一些 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呢 这些方面都有些限制 因此呢 他就受很大挑战 因为这个 跟政府的关系 这家是国有企业啊 这些东西 他这个 因为有很多方面之后 就是尤其在贸易 在贸易战当中呢 会受到一些影响 上面提到呢 大概就五个五大金刚 这是 这是晶圆代工的 台积电 三星 Global Foundry 还有联电 和中芯国际 那这里面 除了其他的呢 其他的像Intel之后 Intel是刚 时间不是太长了 这个这样的 越无处 大概2021年的时候 晶圆代工才正式向外 开始 这些方面呢 这个 他的能力呢 这方面影响还赶不上前面 这五个 要差一些之后 基本上呢 现在这五个五大金刚 就是现在最有影响的 这几个 那这个代工厂之后 咱们想这个代工厂之后 虽然这个市场增长了之后 非常令人瞩目 但半导体呢 代工服务市场 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挑战 一个重大障碍呢 是半导体设计 制造工业 它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虽然在 所以更想一想 刚才说这个 这个提到三纳米 基本上就达到 这个物理的极限了 然后 你这个 这个 这个达到这个 物理手段的极限 它下面怎么发展呢 现在还很 不好说 现在搞这个量子计算 这些东西 这个芯片 都越来越复杂 是吧 对这个投资啊 这个 这个 资本的需求 是越来越大的 这好多都投不起 另外呢 建立这个 这个设备 你要维护之后 这个维护这个设备之后 这也相当不容易之后 这个门槛是越来越高 你现在好多这个新型的 你想多 想参与进去的 你跟你就进不去之后 你投不起那个企业 投进去之后 你这个人才 这个储备 这个是知识 这些东西都赶不上 之后 最后都不够 但是呢 因为正因为 有这些晶圆代工企业的存在 为这个小企业的发展呢 它提供了很多便利 小企业之后 你这个提高 只要是颤的 在这个设计上面有创新 那你这个就很容易 在上面之后 让别人帮你制造之后 用最先进的 这个工业给你制造 可以很容易 获得最新的技术 今天呢 这个就是半导体晶圆代工的 随着以后呢 这个需求 半导体这个需求增加 现在特别是自动驾驶呀 驾驶呀 人工智能 这些 这些 智能量子计算 这些东西要求呢 是越来越高 我相信呢 这个 这个是晶圆代工这个企业 这前途呢 是非常 是挺好的 那去 你如果这个行业 行业从业的话呢 那有不断的新的挑战 有新东西要出来 这上面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呢 也是不容易 好吧 今天就要讲这些 记得点赞订阅 我这个宝宝呢 宝宝有商 目的呢 这个是用最大众 听得懂的语言 来讲这个最新的 科研这方面的发展 你如果这个 你觉得这样一个话题 有信心 请记得点赞订阅 然后呢 提出你的问题 然后咱们接着讨论 好吧 所谓的这个世界 世界很精彩 每天懂一点 宝宝有商 好 谢谢你